大家好,在炖鸡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是直接焯水,去除血腥味和脏东西 但是这样做出来的鸡肉肉质就比较柴,而且吃起来也没有那么鲜嫩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独特的做法 做出来的鸡肉鲜嫩不柴,吃起来也没有腥味 首先往鸡肉里面加入一勺面粉 然后用你的右手给它抓一抓,抓两分钟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可以去除鸡肉里面的脏东西和血水 每天都在废禽旺时偶心力学的焦灶菜,能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吗?感谢大家的支持 接着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浸泡10分钟 准备一点干香菇,用温水泡发 然后再切点土豆 再切点青红椒备用 好了,鸡肉已经泡好了,我们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脏东西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 我们看一下,这样鸡肉已经洗得非常干净了 起锅烧油,下入鸡肉大火翻炒 这样能快速的把鸡肉中的水分炒出去 吃起来会更加的鲜嫩 大火翻炒三分钟左右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黄焖酱汁,放一小包就可以了 做黄焖鸡,黄焖排骨,黄焖牛肉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 然后翻炒上色,让鸡肉都裹上黄焖酱汁 再加入半管啤酒,去腥增香,软滑肉质 要想让炖出来的鸡肉更香,一定要加入开水 加入适量的开水冒过鸡肉 加入葱姜和泡好的香菇 把土豆也放进去 盖上盖子中火炖二十分钟 时间到了,再撒上一点青红椒炖两分钟 香喷喷的黄焖鸡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鸡肉鲜香滑嫩,不腥也不柴 真的太好吃下饭了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